分享四道无敌下饭的家常菜,简单方便而且超级好吃,记得多准备点米饭哟 先来制作家常版黄焖鸡,这个秘制调料的配方你们一定要记好 鸡肉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去腥,煮到变色后全部捞起来 油热倒入焯水的鸡肉翻炒翻炒,加姜片干辣椒冰糖和刚才调好的酱汁翻炒均匀 再把香菇和土豆全部加进去,倒入清水没过所有食材 用电压力锅大约炖煮10分钟 排气后开盖,加入青椒翻炒翻炒,翻炒到青椒断生就完成啦 这真的是我做过最好吃的黄焖鸡了 记得多留点汤汁用来拌米饭,味道完全不是外面卖的 五花肉切成小拇指粗细的条状,接着用它来做一份家庭版卤肉饭 锅里不需要加油,放入五花肉扁炒出油脂 加洋葱碎香菇丁炒出香味 倒入清水没过食材,再加入香料冰糖和酱汁 最后加几个水煮鹌醇蛋,用电压力锅炖煮20分钟就完成啦 炖好的五花肉真的太香了,吃起来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用来拌米饭真的绝绝子太好吃了 接着来做番茄炖牛腩 牛肉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去腥 煮开后撇掉浮沫,再把牛肉捞出备用 由烧热,倒入番茄丁翻炒出汁水 再倒入牛肉香料和屏幕上的这些调料,翻炒翻炒翻炒均匀 加入冰糖和两大碗清水 用电压力锅炖煮20分钟,再放入大块的番茄和土豆 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翻炒翻炒,加入清水没过食材 盖盖用中火再煮15分钟 煮好的牛肉非常软嫩 土豆也是入口即化 番茄汤汁拌着米饭真的太绝了 我可以连吃三碗 最后来做家庭版的三只焖锅 鸡翅加屏幕上的调料,抓匀腌制30分钟 大虾加料酒白胡椒粉去腥 把想吃的素菜全部加入大碗里 加食用油盐辣椒粉翻拌均匀 来调一份绝对好吃的焖锅酱汁 只要记住这个调料配比,做出来的味道一定不会差 把素菜铺在锅底 上面放腌好的鸡翅和大虾 我还放了一些鱼丸 最上层均匀的淋上酱汁 盖上盖子,焖煮25分钟 吃的时候可以撒点白芝麻 鸡翅软烂脱骨超级入味 味道完全不出店里卖的 推荐你们试一试哦 拌�� 戏 准备 大虾 看